花東三項主要建設 大家不要擔心 三項主要建設 七月十六號以前 一定三讀都過 像花蓮人信誓旦旦掛保證 傅昆奇承諾花東三大建設法案 七月十六號收會前一定三讀 但不止韓院長出手 呼籲暫緩議法案 黨內資深立委也隔空韓話 請和黨內達成共事先 資深立委大白話 兩招預算若照民眾黨團要求 不編特別預算 想要完成目標難上加難 加上近期網路平台發動 罷免欄尾 儘管是明年二月才能正式啟動 但網友串聯動作快 建立罷免群組列表 徐曉昆 羅志強 圖拳擊等人 都有各自群組 國會擴權法案才剛犯眾怒 又天外飛來 兩招預算不在選區建設 欄尾們也急踩煞車 通不通過 重點是連內容都還沒有 還沒有討論清楚 可能還延遲過早 黨團有自己的一些 優先法案的一些規劃 但個別委員有個別委員的提案 信項還沒提出 卻想趕在休會前闖關 自家人都不急著跟上副總招 多多民眾黨團強先發聲 會支持 副婚期或者國民黨現在提人 包括用BOT來做也是一個辦法 沒有所謂的兩招 民進黨欺騙民眾 請問柯文哲 你支持這個違憲違法 違反權力分立的華東三法嗎 一旦藍白攜手通過表決 民進黨團不排除提示線 因為縱使支持華東建設 也得等完整配套 尤其錢從哪來才是最根本問題 三十四人教我們一起的文學 NC小組 他也報導